下一位 演員來弄來天賞 大家好我是圓圓 那個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processing 及 pure data 進行 互動聲音裝置的 創作令神分享 就是我要先就是跟大家 就是 一個善道歉一下 就是我等一下要想的東西 跟 海報還有官網上講的不太一樣 是因為我這陣子 就是在這禮拜三的時候 電腦壞掉 所以那些東西我沒有被噴到 所以我就把我現有 就有被噴到一些 以前做的東西 還有一些就是 去年開始學pd 然後還有半年前開始學pd 然後再用這兩個東西 來創作一些心路里程 做一些分享 對 我電腦壞了還有 所以我東西壞了也要剝入 所以我一定要講 而且尤其我是夾在就是 超強的熊毛跟超強的那個 Nex還有那個王宗盆中間 真的是非常羞愧一件事情 對對對 那也很歡迎就是大家在演講過程中 就是即時提出問題 過程也沒有關係 對就是 要討論 要討論 我是講就是我等一下分享的一些創作 他想要達成的一些目的 就是 我很感興趣於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些互動 就是比如說你想 你回想一下比如說你上捷運 或者是上公車的時候 就是如果那些座位都沒有人的時候 你會坐哪裡 如果有些人的時候你會坐哪裡 我很好奇那些就是心理的一些歷程運作 那我打算把這些搬到就是搬到作品的創作 那 所以我有兩個目的要達成 第一個就是先算出物件跟物件之間的一些距離 然後再來看看這些距離是不是恰大 太遠或是太近 那我打算把這些歷程是用聲音來表達 那所以在 所以主要兩個部分就是 Motion Training跟聲音設計的部分 那聲音設計 我是想要讓這些人們在接近就是 親近跟配套的過程中 用聲音的或是語不可諧來讓他們知道這些狀況 我先分享一下我會選用Processing跟PD的原因 其實剛剛李俊有說就是 我是在去年的文序工作坊開始學習Pure Data的 那 那 那是一種很神奇的感覺 就是 我的背景是傳播學 就是傳傳播就是寫新聞稿跟拍片的那一種 那時候其實我對聲音很有興趣 對聲音創作很有興趣 但我不認為 一個這樣背景的人可以去從事互動設計創作 創作那邊 因為我們不會寫程式 對 然後 但是 可能會有人吐槽說 可是做聲音跟會寫程式好像是沒有關係的 對 我曾經接觸一些做做聲音的軟體 我忘記名字 好像是蛋糕跟那個 A開頭 A有BTON嗎 之類的 對那時候就是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在怎麼弄 我不懂那些樂理 我只能做一些舔空的動作 但 用舔空達到自己喜歡的一些聲響效果 那 那 就是久了還是會 會膩 那我個人的因素 就是久了還是會膩 你那時候剛接觸PT的時候有一個很奇妙的感覺就是 呃 聲音是可以用一種很很手感的方式呈現 所以手感的方式就是 我們 就是我現在切回了 好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弄出這個聲音 第一次弄出這個聲音 不好意思 看了嗎 記得拍手 不要啦 這一個OSD叫做震盪器 就是電機器在用那種震盪器 對 有沒有很深 很深奧 但這時候我們要了解這個是幹嘛 我們只要知道這個震盪器可以產生正旋波就好了 然後接著我們在這裡設一個喇叭 那喇叭有兩個點點有沒有 那就 威威威 那就代表雙聲道 欸是這樣子嗎 你好是 沒錯 左聲道跟右聲道 那 這時候我們只要給這些聲道清一些樹枝 我們就可以聽到一些聲音 那我們來放一下這個 這條線就代表東西是這樣起來 就是在PD裡面全部的數值都是這裡 就是按著線拉下去 所以通常都是這樣子流動的方式 從上網看一下 是嗎 他比較好是 好啦好啦 對 那我現在往上拉 現在是0 這邊是126 128那是0 我往上拉 上面那個要按 啊 為什麼 為什麼 除非是你老師啊 你是這樣有聲音嗎 沒有欸 怎麼會這樣 這樣頻率會太低啊 128 喔 來是 你不要這樣 你別的 在那邊 可以靠近嗎 你不要聲音耶 對 唉唷 你看我聲音的 老師 沒有聲音 要不要換另外一條線 那沒關係,我們繼續往下 還是接錯洞了 如果我剛才能引用聲音 會很大聲喔,就要耳朵都會耳朵 沒有聲音 你可以開個燈嗎 沒有,還是用麥克風作品 好啦,就用麥克風作品 好啦,就用麥克風作品 喂,大家先來聽到 烏烏撐,就是它發出來的 燈可以過來,謝謝 謝謝 這樣可能會比較面前